年前一位网友留言 小胡子本来想买坦克300 可是身边的朋友说 坦克300油耗比较高 建议我去看一看 长城新出的坦克400 插电式混合动力 朋友说油耗会省一些 小胡子我最担心的是 插混的质量怎么样能用住吗 还有越野能力和坦克300相比能插多少 那么我想问一下 视频前的网友朋友们 这辆混车如果让你选你选哪一个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说到坦克400插混 长城造越野车的技术 还是完全值得信赖的 在国产车企里面那是投资的 想造好越野车底盘技术是要有的 恰恰长城这一点是他的强项 前有皮卡和哈尔菲斯酒 长城汽车让很多想要越野车的人 只需要花20多万 30多万就会实现越野梦 放在以前 这个价位买纯正越野车 是不敢想象的 但是长城越野车 城也便宜 败也便宜 城市都能买得起了 败是太便宜了 买完了又加皮油 就是说的就是坦克300 说到底就是穷 那些开普拉多巴道和木马人的车路 从来不会说油耗高 因为人家不差圆的 五六十万的车都买了能差圆的吗 长城汽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两年相继推出了插电混动 大量飞承载式车身的越野车 油耗会省很多 坦克400插混 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小一号的坦克500插电式混合动力 他们的发动机变速箱和闪电系统都是一样的 并且他们的发动机变速箱和闪电系统 手人车主都是不限里程 不限年限的质保你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坦克400只是外观设计不同 采用了机甲风格 更符合年轻人的选择生买 也符合越野车的一个外观 并且匹配了实时市区 匹配中央插入器和后桥插入器 前桥插入器可以选装 低速市区啊 坦克转弯啊 如行模式啊 这都是标配 还有五种驾驶模式 使用前双插臂 后多连杆整体桥式飞堵的寻挂 这个价位能用上双插臂寻挂 还是非常厚道的啊 能增加操控和舒适性 坦克400这款车子开起来 发动机变速箱在电机电池的加持下 没有任何的顿挫啊 加速非常猛 又很线性 很柔和 解决了 解决了换挡时的顿挫感 零百加速只需要七万米内 还是绝对雇用的 最大综合扭矩七百五 最大综合马力四百零八 车重达到了五千五百斤 综合油耗才三个到四个 最低快电池油耗才十个 这么重的大量越野车子 还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啊 那么他这个车子在突困走一些高难度 路段的时候 比如说过炮弹空啊 交叉轴的时候 在原本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呢 原有上 再加上电机电池的加持 使它的突困能力 扭矩马力 非常轻松的就通过去了 所以说这部车子还是非常优秀 非常好的 既拥有比常规汽油车越野车的一个 马力和扭矩比它们大 而且还能在油耗上上少很多 这就是非常优秀的一款越野车了 并且质量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